今晚是敦马第二次来到这个丹伦比亚的选区 他不单只是代表巴卡丹哈拉班 更代表了土团党的威望 请问你们是支持他还是反对他 也看得出敦马是非常注重这一场的补选 你们过得好吗 你们知道你们手中的一票的重要性吗 请问你们是支持他还是反对他 嗨 我是张少林 嗨 你好 我是Kevin Kevin 你好 我们想知道两大阵容随着胜算的表演 如果在提名字之前呢 我看到民间市场上呢 普遍上西门是一面倒 西门好像输定了 不用打都输定了 输定了 输定了 是提名字之前 那现在呢 我所看到的是从前几天 我们的这个局势 慢慢的升温 慢慢的白热化 慢慢的 从一面蓝到一面红 到尤其今天突破了 比例多少 比例呢 从七三是对方七 我们三到六四到五五 前几天是五五到现在我敢说 最少六成 七成是西门 七成是西门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你好 哇 再见你见到你 哈哈 来 我们在 台南比亚的这个选区 叫做咕咕 呃 他就想问你 这次的补选呢 是不是你们是代表 我们华士的团结和你们 马华的尊严战对吗 其实呃 看这次的补选呢 是代表着整个马来西亚的人民 特别是华州的一个重要的 一个补选的一战 因为这也是要传到一个很清楚 明显的一个资讯 一个signal 给现金的政府 特别是这个西门 马六 他本身在这一年多做出的表现 来评估 也给予他们一个指标 到底他们做的对还是错 这样子 这样你认为马华这个黄日成的胜算 有几多巴仙 呃 我来到这里两天 也有走访了很多的一些巴士 还有一些茶当 也听了很多这个 基层人民的一些声声 看起来很多人民都对黄日成的认识 有很高的这个程度 也对他多年在这个低期的服务 也受到认同 所以我认为他在这里 有得到黄日成的同胞的支持 当然这也要看其他的种族 特别是马来同胞 给予他的支持 他才可以胜出 我希望他能够胜出 我希望他能够胜出 让这个 丹宗比亚的选民 选出一个华裔的 第二位的 反对党国会议员 来传达华裔同胞的心声 在国会 那么真的很高兴 很宝贵的反叹 谢谢你 谢谢你 感谢你 谢谢 再见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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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